所以我们后来有很多人讲历史什么 不能去影射 我讲历史不得影射 历史而是直射啊 这不影射的事 你只要你讲话就是个直射 不是影射的 我马上要讲的 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好像在影射 其实我都知道说 光继皇帝到1899年 他就是说 让行李不干 因此1899年的下半年 清政会有个重要的这种讨论 我们今天都认为这个讨论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就是好像是 七代后是什么 去换 想把他换掉 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 清宫的档案 我们看到就是说 清代的所有文书当中 要给光继皇帝找一个接班人 是一个 从各个秦始教终来讲 都是很正常的 一个光继皇帝可以讲 不发生意外 他是不可能再生孩子的 因为他的结婚已经十年了 他是88年结婚 这到了1898年 到了1899年就十一年了 他肯定生不了孩子 那么这种状态就是 他已经没有接班人 这个时候呢 光继皇帝28岁 那么给他过继一个孩子 来收养 这是一个从 论理上来讲 也是应该的 最重要的一套 光继皇帝 确确实是 他觉得很委屈 就在 政变的时候 他觉得很委屈 因此 他就要找 就是 他也同意 你们找了何事的 我就不干 那么在这种状态呢 清正中去找 就是后来我们教材里面 叫什么大阿哥嘛 找这个大阿哥 找什么样的人 最合适 这里面可能就是 引发出了我们 后来的故事 找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清朝历史来看 一直到最后 他结束历史来看 谁最合适 当然是 宰封最合适 对吧 宰封是光继皇帝的弟弟 这个时候是 十几岁 二十岁 十八九岁不到 十七八岁的样子 十七八岁的宰封 当时是 最合适的 那么中国的地质 地质状态有一个什么样 那么父子这种 就是长自己政治 暂时继承之外的 有一个补充的方式 周理里面讲的嘛 周理里面规范的就是中国 继承的这种 一个补充方式 凶中地极嘛 凶中地极在中国历史上 是多少次 这转换 这种权力转换 非常简单的 对吧 最典型的就是宋代了 宋代国这种 凶中地极这种 转换 多好 那么就 如果不发生 我们做一个假设 就是 假如此一天我不在 光继皇帝 没孩子 那么他的皇位 穿这身呢 他一定是穿给宰封 只有宰封 有孩子 再往下穿 这就解决他的 黄童的这种继承 但是由于刚才我讲 有一八九八年 这个信节 光继皇帝就 竭得要撇心 不能从他们家 再出皇帝 因为在他们家里面 就 春金王家 这一组 不能再出皇帝 这是他当时 一定要坚守的那条原则 就不能从他家选 当然我们看历史 最后 过了几年之后 过了十年之后嘛 叉叉又从他们家选 这宰封的儿子嘛 宣统嘛 对吧 那么这的话 我讲就是 最合理的选择 当时应该是宰封 就是后来的 摄政王 但是 就是由于光继皇帝 要竭力洗发自己 我和那个政变 毫无关系 不要从他们家出 那不从他们家出 就到这个结果 从谁家出 那也不可能从 慈离太后家出出啊 从慈离太后家出出 他和中国的伦理观念 又发生大的冲突 各位焦历史都注意到 中国古代史当中 有几次从母后这一期出 导致的这种伦理灾难 和政治灾难非常严重 西汉的 吕后 那人家吕后 还没有说从我家出皇帝了 吕后听听说 是不是多挣几个大臣干干嘛 结果就是 刘邦的就是 一臣大臣就不干 那到了谁 到了这个五四天的时候 就这么干一样 结果五四天 五四天是中国的这种 这种女性当中 那应该算是最优秀的人物 结果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没有 真正很好的评估 当然五四天也更 自己本人很牛气 那就留给历史去评价 人家的碑上面 一个字都没有 对吧 五字碑 一个字都没有 其实我们到今天为止 我们仍然处在一种 这种大男子主义这种 男权社会的一种心态 我们对五四天 其实也没很好地去 去评估它 那么呢 这种状况就是 此一代后 不可能 他作为一个这种领导人 他不可能同意 从他们家族出 那么剩下来 就从哪儿出呢 剩下来就只能从 满洲贵族皇室周边的 这种子女当中出 我们就看看 1899年的年末这几天 清政府 这个满清的那种 同的城 最高同的城 四一代后 光绪皇帝 庆亲王 这几个网友 组织考察这个 考察就是 下一代这个领导人 连续考察三天 谈话三天 对吧 同辈的那一内辈的 都叫了谈话 去无色来无色去 最后采取的 其实也是一种 不投票投票的办法嘛 因为他定义是一种 军事民主状态 当然讲可能有点像 我们今天共产党 选择这个接班人 你不能讲 你不能讲 当时一点的东西 完全就好 谁谁谁指定的 就跟他干了 大概也不是这样子 也是经过这种 测 什么测试 摸底 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最后才找到了一个 解决 找了 习近平 五年前找了习近平 那就现在我想分析一下 为什么找到了 我们在一八九几年 找到了这种 端王家族的 孩子 为什么找到他呢 其实他和我们今天的事 会有非常的相似性 他在哪个原因呢 由于两个最主要的家族 不愿意出了 对吧 光秀皇帝讲 我们家 春青王家 不再要这个位子了 西大夫这家族 根本想都没想 剩下的王爷 最有力量的 当然就刚刚退世不久的 公亲王的孩子了 公亲王的几个孩子 当然有的也不上路 有的也是这种顽固之地 但是顽固之地干什么 对吧 顽固之地 邓小平的生日子不照样可以就当副院长 对吧 对吧 这个东西你不叫培养吗 你培养的话 你培养的话就有点什么 顽固的话 也未来当皇帝 也不是说不见 不见得又是坏皇帝了 对吧 那么这种呢 就是公亲王家的 老公亲王不在了 1898年死了 那么刚刚死掉一年 那么他们家就弱势 另外呢 老公亲王也很厉害 他很厉害就是 他可能也在他的这种 政治经历过程当中 也堆在了别人 因此公亲王家的 也并没有作为一个选项选出来 除了公亲王之外 谁最有力量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公亲王当然最有力量 公亲王这个时候 就完全取代了 公亲王的地位 成为满洲人的首席 公亲王家的孩子 有一个 各位可能注意到 1907年 一个绯闻给干掉了 那叫什么 商务部的部长 就是薄熙来的位置 商务部部长 一个绯闻故事给干掉了 叫什么 叫什么名字呢 就是1907年 就是到千金 到千金去 这个什么 和一个 和一个唱戏的 和一个唱戏的 包养一个唱戏的 结果就被干掉了 其实这孩子 当年就是最有力量的竞争人 1899年 最有力量去竞争这个位置了 但是 庆亲王不行 庆亲王就是一个 很强势的这种领导人 大概可能 你可以讲 有点像微波这样 就 可能就玩得他过了 玩得过了就对对人多了嘛 那因此就 近王家的孩子 仍然也不在这种首选之类的 所有的王爷 只要你就是说 你强势 你强势的 都给他死掉 最后只能选弱势 最后选谁了 选了端王的孩子 端王什么人 端王1891年 也就是1891年的时候 端王才做到御前大臣 御前大臣什么意思啊 御前大臣也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的政协常委了 但仅仅刚刚进入到同志村 多少人都不知道 端王是干嘛的 那么不知道 为什么相当他们 因为他没对对别人吧 这很简单道理了 对我们今天讲 我们多少人都在歌颂习仲勋 我们都说习仲勋 习仲勋有句名言 我可是问心无愧啊 我一辈子没搞过别人 对吧 习仲勋是这么讲的 你们看各位现在就 如果去查一查 你可以看到就 这句话非常重要的 但是别人跟了第二句话 因为你没机会搞别人 对吧 他一辈子被别人搞嘛 他被别人搞的 他没有机会去搞别人的 因此他在这种架构下 他就属于弱者 他弱者他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呢 他就会得到一个 就大一颗的 这个可能对别人没有伤害 因此我们看中国政治 当你不能进入到一种 民主化的选举架构下 他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 那么妥协的结果 他一定是我们讲的 是一种逆淘汰 他逆淘汰 他在这里边得到的一个结果 一定是妥协的结果 这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么端王家就属于大家 都勉强可以接受 端王家的孩子 其实 后来我们去看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大哥 大哥的结局 和他的这个过程 他不比其他孩子优秀啊 他真的不比其他孩子优秀 又对小孩嘛 那么这种呢 就是妥协的结果就这样 就端王出来了 端王家的孩子出来 做大哥 做接班人